這附近只有這家立法廳 所有的老顧客一個都跑不掉 還有你買這個房子 除了招牌跟店名不能給你以外 其他通通都給你 大哥 其實這邊呢 你只要好好裝潢一下 配上這邊的古董 家長像復古風 一定可以衛回潮流的 那為什麼你們自己不會改呢 老闆 如果我們有錢改的話 我們幹嘛賣房子啊 你買這間房子 這個工具袋就一起附送給你 你不要小看這個工具袋喔 他可是跟著我從北到南 征戰的神兵力氣 得了無數的獎項喔 人家說公欲善其事必先利息器嘛 雖然你不是這裡的人 但是這裡大家都認得他 你只要有了他 一定可以征服這附近 剪所有人的腦袋 怎麼樣 有感覺了嗎 最大的問題啊 我不會剪頭髮 這很簡單啊 你買我就好了 不是 我是說你可以買這個房子 然後租給我 我說你當徒弟 買房子送師傅 這樣多划算啊 有點便宜 房子還要上課 太累了 我看我還是回去賣我的衣服比較好 現在中年轉業的人很多 我跟我們陳小華大師學習 說不定你可以找到真正的才華啊 我考慮看看好不好 那小姐你還沒有別間的爹邊可以賣衣服的 別間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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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之前有鑑定過嗎? 沒有 不用怕,華公絕對會騙我的 華公真的沒有騙我 我一直以為我是帶一台幾百萬的車子在脖子上 想不到我帶的是一台上千萬的車子 我呢,今天帶了鑑定師來 就是不想空手而回 這個價錢,你看看 我喜歡你的直接 不過我的價格呢 就跟這珠寶本身的價值一樣 都有堅持 一連,我不是你的客戶嗎? 你應該負責幫我賺錢啊 這個數字跟我的預算 薛太太 這個翡翠呢,是傳家機報號的 它的價格跟信義是無價格 跟誰是脫手的比方一樣 薛太太 我如果不是時運不盡 我也不需要賣它 你也不會有機會買到 這次交易 重點,的確是錢 可是對你來說 重點不是價值 而是擁有 你想要或者不想要 你 小华哥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想卖冬华春啊 当然想啊 要不然 我干嘛开房地让人家进来批评啊 你啊 终于可以退休了 终于再也不必像一个 非钱和病人一样 一起移动就可恶不停了 不是还会冷定 小华哥 你亂认一点啦 我是在跟你讲卖房子的事情耶 你不是想短时间换到现款吗 那你还管别人开什么店啊 有人出嫁就卖了啊 今天早上那个客人 很阿萨利 很内行的样子啊 而且他说的对 这个这边上我改一下 那边有后面的东西 改什么改 有什么好改的啦 我从出生到现在 东华春就长这个样子 生意也都做了几十年了 改东改西的 那以后我回来的时候 不就认不得他了 你还管什么以后啊 你现在卖房子不在交朋友耶 你好空我回来看看他喔 玉兰啊 你看他有人这样啦 我觉得我哥说得对啊 我问错人当我没有问 你说句公道话啊 杰蒂哥啊 你说句公道话啊 我觉得这样 我知道你后面要说什么了 你们都一挂的啦 我觉得 这几天还看的人 都没有眼光 他们不懂得欣赏 所以才会一直批评这里 他们要是知道东华春的历史 跟我一样 在这里住户一阵子之后 一定什么都舍不得改 他们就会觉得 这里 是最适合做理发厅的 对啊 在我认识东华春的时候 这边就是理发厅了 真的很难想象 这边会改变成什么样子 哎呦 我们现在不是在凭倩古迹保存 是要换现金 我拜托你们三个现实一点 好不好 我摸着良心说 东华春这个店面 条件确实不够好啊 我记得我小时候 大概就这么高吧 每次看到这个椅子 我都会觉得它好酷 好像机器人 随时两边 就会伸出两个吹风机 然后大人一坐上来 再起来下去的时候 发现就变了 可是现在这个椅子 再也买不到 当废铁也不会有人要 我们要买灯花春 你们 是Ashley 我幸福老总把这里买下来 当成Ashley的分店之一 Ashley的分店 嗯 这样呢 这里一样会是礼法厅 你可以继续留下来工作 继续守一顿花春 但是整修装潢是难免的 因为Ashley的分店呢 不能有破旧感 不过你放心 我会尽量保持原本的样貌 呈现一种像是 经典六年代的复合点 你跟他没办 那我呢 我也可以继续留下来工作吗 齐莉也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齐莉太棒了 谢谢你很格爱让出 我会好好珍惜他的 我才应该谢谢你 好的东西就是要遇到 能够欣赏他的人 到手了就别轻易放掉 希望有一天 他也能够成为你们的传家之宝 那这份保证书 再麻烦张小姐 我们在这边请您改掌 张小姐 我看现在赶三点半还来得及 那我们可以快去银行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就是这样 没问题 来 我想这样的数字 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公道的 我同意 好 就这么说定了 太好了 这样的话 这是标准的房屋买卖契约书 我觉得用我们的信任 这样就够了 我们会先付百分之十的款项 作为奠金 房屋全装的话 等秀忠阿姨拿回来之后 我们再交屋 你觉得这样的安排可以吗 我没意见 谢谢你 不要这么说 欢迎加入ESH团队 我早就试了好不好 你忘记是谁帮你去南部做造型的 不一样嘛 来啦 以后请多多指教 多多指教 哥 我问你喔 那个煮绿豆汤的时候 是要滚之前放糖 还是滚之后再放糖啊 什么啦 陈玉兰 你这个都不会我来帮你啦 煮绿豆汤这么简单的事 是 来来来 小黄 有件事情我想请你帮忙 好啊 只要我能帮的 我会尽量帮 我想你应该知道 我跟安利要结婚了 我知道 恭喜你 谢谢 其实所有事情 进行都还蛮顺利的 除了新娘秘书这一块 你也知道 要替安利找到信任的造型师 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我明白耶 这是因为 安利她本身的本质学能 就很强的关系 所以 我想看你愿不愿意 在婚礼当天 替安利做新娘造型 你们是最好的朋友 你又是这么优秀的造型师 我相信 你一定非常清楚她的优点 一定能把她最美的一面 展现得完美 安利本身就有些很漂亮 谁来帮她做造型 都不可能会失败的 可是没有其他的造型师 像你一样 那么了解她 她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根本不需要开口 你已经清楚了 如果你答应 这对她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 也可以让她 在筹备婚礼当中 放一百个心 因为她知道 有你一起参与她的婚礼 可是让她安心 不应该是你的工作吗 你们之间的友谊 我真的比不上 你也知道 我愿意给她 百分之百的支持 但是 她也需要 朋友的支持跟祝福 尤其是你 你又是唯一 可以让她更完美的人 安利其实已经很完美了 你也是 很少的男人 可以像你这样做 我指的是 我知道 你不觉得 与其只是参加婚礼 喝个喜酒 不如 帮安利完成终身大事 反而是更好的祝福吗 如果你要当一个 连自己阿布的主厨 都可以随便卖掉的人 那你这辈子休想跟我在一起 一个首饰跟一个避风港 一个首饰跟一个避风港 谁都会选择些卖项链啊 你帮陈小华 把他最重要最灾祸的东西 保存了下来 死 刚刚准薪狼已经答应我 你的造型交给我负责 所以你必须就要接受我伟大的创意 不得有任何的意义 你们两个人谈恋爱 我都不知道 你跟我那个无缘的女婿的妹妹 是什么关系 你该不会再考皮特吧 你说 你又没欺骗于蓝的感情 这是我送你的第一个礼物 也是最后一个 陈荣啊 你是不是最近看很多看剧吧 讲话 都很想哭耶 跟你讲 电视剧的丈母娘 都没有男像你这么好的啦 一开始就接受更生人 像黎琴这种 刚假释出狱的 这些人很感激 你知道吗 她犯了什么罪 杀人啊 杀人是不对 但我是她的师父 不是要去质疑她 我是要当个保护她的人 你要保护李起立 那谁保护我的玉兰 你们也要相信玉兰不是吗 爱情是盲目的 我们两个女人的遭遇 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外面世界 没有人跟别人差几例 你不是一直说你最爱我吗 那你有什么不让我去爱狗爱的人呢 欠债的人钱还得起 杀户人的人命还不起 她一辈子都要背负这个罪 背负别人艳阳的以光滑下去 你知不知道 你转身后的世界每天都一样 你身边那个笑容演不出飞扬 像我们都喜欢的电影 结局里落寞的星光 只剩我独自欣赏 是我还放不下 放不下那些年 那些梦 那些疯狂 是我还放不下 你许给我的天